夜化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化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 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 秦刚因为被检举出与凤凰女二奶的爱情 居然在美国结出果实一事 而成为中共执政史上最短命的外交部长 殊不知当初被他秦刚取代的 本来在十九大上就已经被内定为 外交部长接班人的乐宜成 敢在中共二十大筹备期间 被逐出外交部的真正原因 也是作风问题被揭发 从而成为2022年年终在全党范围内 被中共二十届中委考察组 甄别出局的二十余人之一 至于当时的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 和时任外交部纪检组组组长谢航生等 陪同中央和国家机关二十届两委考察组的一名部组长 在华盛顿考察拟提名新任中央委员的秦刚期间 当时的大使馆二把手徐学渊等人 为什么没有及时揭发秦刚大使 其实已经有一个二奶正在洛杉矶安胎代产的违法乱纪事实 我们外界无从知道真相 就是这个秦刚担任驻美大使期间 一直是他手下二把手 在秦刚卸任驻美大使至继任人谢峰到任的四个多月空窗期内 一直扮演临时代办内部称之为代理馆长角色的徐学渊 日前刚刚被宣布改任驻巴拿马大使 写作本文时刚刚查过中共驻美使馆的官网上 虽然暂时还没有更新关于徐学渊的职务变动 但中共驻巴拿马大使馆的官网上 已经张挂了新大使徐学渊的致辞 既然这个徐学渊已经离开了中共驻美使馆 就更应该提醒听众和读者们 勿忘此女驻美期间的令人霸指的恶劣行为 感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在谷歌建入徐学渊数中指几个字 映入眼帘的便是驻美公使徐学渊向访民数据中指 粗俗到令舆论哗然 中共驻美女公使对抗议民众数中指 网友脸都丢尽了 标赃化比中指 中国战狼粗鄙画面疯传 精彩的故事内容 请点击进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 查找2022年9月7日刊登的报道文章 战狼外交官比中指叫骂 在中国大战中国网民 这里有必要解释的是 按照中共外交部的说法 大使馆内的公使是外交代表机关中 在礼宾刺激上仅次于大使的一级外交官员 不过在具体实行过程中 因为美国过于重要 所以中共政权在其驻美使馆内长期派驻两名公使 在大使之后名列馆内的老二和老三 其中的老二习惯上又被称为部馆长 具体到这个徐学院之前是中共驻美使馆的第二公使 在馆内地位是老三 排名于时任部馆长李克欣公使之后 而秦刚担任中共驻美大使期间 随着李克欣回任他的老家外交部国际经济司 兼任司长 徐学院的地位由秦刚手下的老三变老二 自此他在中共驻美使馆官网中 被称之为副馆长徐学院公使 以区别于馆内的三把手警权公使 我们自由亚洲网站2022年9月7日刊登的报道文章 战狼外交官比终止叫骂在美国大战中国网民中介绍说 事件要从日前在网络上崩狂传播的一段视频说起 8月14日 徐学院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 与抗议中国贪污的访民相遇 这篇中他竖起终止 此外使馆还派出20多名官方人员驱逐抗议民众 并通过亏音器大声骂脏话 双方8月的冲突之所以升高 要追溯到6月时 中国官员在美国告访民的法律攻防 今年6月25日 徐学院向警察报告访民陈述广攻击他 抢夺他的手机 美国法庭已经裁决了陈述广无罪 陈述广则对中国大使馆及徐学院本人提起了诉讼 而这个2022年6月下旬的阶段 就是笔者在本周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 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 和时任外交部纪检组组长谢航生等 陪同中央和国家机关20级两维考察组的 一名副组长在华盛顿考察 拟推荐新任中央委员秦刚期间 此时的徐学院不抓紧表现 他本人的大无畏战狼精神更待何时 有道是虽然徐学院驻美期间只是正司局级 如今上任驻巴拿马大使 从行政级别上上署评调 但是比年轻有为的秦刚大使 还要年轻4岁的他 至今未满54岁 未来再回调驻美使馆 升任部部长级的特命权权大使 不是没有可能 除了他敢于述中止 善于国骂的大无畏驻外斗争表现之外 外交部内曾经的最年轻的 女性正司局级干部之一的资历 也是他未来在晋升的本钱 外交部内的女战狼群中的头狼华春莹 已经容认部长助理 而这个华大妈 当年在外交部晋升正司局级的时间 还要比与他同岁的徐学院晚了一年 华大妈是2019年 由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升任司长的 而徐学院2018年1月 已经由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升任 正司局级的驻美大使馆公使了 去年9月11日 中共新华社突然抛出标记为 美国公讯间谍在华落网的震撼弹 内容是2023年5月15日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 以间谍罪判处梁承运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终结了他长达30多年的美国间谍生涯 这个曾经常年担任中共驻美使领馆 直接领导下的华侨社团的会长 荣誉会长 理事长的梁承运 是美国华人圈中知名的爱国慈善家 在美期间所从事的间谍活动的行动内容 主要包括 贴靠我驻美机构和人员 次旦情报监视在美华人华侨 并通过专用手机和电子邮件 随时向美间谍情报机关报告 以及充当美间谍情报机关诱饵 协助开展钓鱼执法等 新华社文章说他 一旦获悉中国人员 物美开展公务情况 就会向美间谍情报机关报告 并按照美方设计 将物美人员带到美间谍情报机关 提前安装有监控设备的餐厅或者酒店 套取情报 甚至设置色情圈套 企图胁迫迫我方人员 因此还被美国谍报机关总部 负责人授予他公寻奖牌 至于这位梁间谍在中国境内落网的原因 是因为他2020年底 就使用美国情报机关 为他提供的多本身份证件 经香港中转来到内地 按照美情报机关授亿 广泛接触我国各界人士刺探搜集情报 结果就被天网灰灰了 而这位梁间谍在美期间的主要职务 包括了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合同会常务部会长 德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 和美中友好促进会会长等等 而在徐学渊出任驻美公使之后 即一直分工指导爱国侨团 期间的梁承运至少有过一次 被徐学渊亲自接见的机会 即2019年11月上旬举行的 2019全美合同会联合会年会期间 至于梁承运当时 贴靠我驻美机构和人员的目标之一 是否也包括徐学渊公使 天不知地不知 只有他们两人知 去年这个梁承运被判刑的消息传出后 曾有网友在读把笔者 关于秦刚的分析文章留言 追问新华社文章中所说的 设置色情圈套 企图胁迫策反我方人员 是否暗指秦刚呢 笔者当时并未就此写文章回应 是因为秦刚赴美担任大使 已经是梁承运被派往中国境内 执行任务之后的事情 此期一 其二 通关中共新华社此篇文章的前后文 梁承运当时设置色情圈套的对象 及所谓我方人员 大概是指当时临时赴美公干的中方人员 而不是指包括徐学渊等人在内的 所有常驻使领馆人员 其三 所谓的企图胁迫策反中的企图二字 说明梁氏这一罪行属于犯罪未遂 我们本周来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了 虽说齐银刚之前的那位曾经的部长接班人 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乐玉成 也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 未能在二世纪两委被推荐人的考察过程中过关 但幸运的被考察过关的齐银刚 日后被揭露出来的生活作风问题之严重 绝不是乐玉成曾经的普通婚外情那样单纯 驻一史形态角度的敌国的特命权权大使 在任期间和二奶缠载于敌国的土地上 这对党和国家外交形象的危害程度 绝对是空前绝后 2023年9月1日 我们自由亚洲夜话中南海栏目刊登了 从中共前驻韩大使李斌 曾被性勒索联想到 秦刚在美失足的可能后果 后又在此文基础上于本月4日刊登了 秦刚案最终揭晓 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 一文介绍了中共军事战狼之一的 国防大学前教授金一南 公开演讲中感慨说 李斌在担任驻韩大使的时候 被韩国的情报部门给收买 以一国大使的身份 成了其他国家的间谍 最终导致国家的利益 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之所以最后以经济罪判了他7年 是因为太丢人了 你们看看 全世界有哪个国家的驻外大使被收买 还跑去当间谍 从金一南这个军事战狼的如此逻辑 不难推论出习近平的内心深处 对曾经是由他亲自拍板 则得以越级提拔的秦刚所犯下的恶行 是多么的怨恨 真是脸都被他秦刚给丢尽 可以想见 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的习近平 对秦刚的爱有多深 如今对他的恨就有多怯 而令习近平当局更不看的是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接班人中 被揭出性丑闻并因此落马的 还不止秦刚和此前被他顶替的乐玉城 至少还有一个当年也是被强烈看好为 部长接班人的张坤生 中共国务院曾经发布的 2015年第五号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免人员中的首相就是 2014年12月22日免去张坤生的外交部部长助理职务 2015年1月2日的澎湃新闻 以外交部部长助理李斌司长张坤生被免 秦刚接长李斌司 内容是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信息显示 张坤生已不再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李斌司司长 原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秦刚转任李斌司司长 其新闻司司长的职务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接任 也就是这也是刘第二次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同日中共新华社发表消息说 外交部发言人就外交部网站主要官员名单中 以不包括张坤生一事做出回应 张坤生已被免去外交部部长助理职务 张坤生涉嫌伪迹正在接受调查 也就在同日 我们自由亚州电台也以外驻张坤生设伪迹免职 令祈祷山西邦陆续现行报道此事 内容中特别强调了张坤生是在四名部长助理中排名第一 人民日报客户团继续也发表评论说 张坤生不但是今年开年以来被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更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第一个落马的高级外交官员 一年零四个多月之后 人民网等于2016年5月13日发表消息 外交部原部长助理张坤生被开除党籍 说是昨天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纪委对外交部原党委委员 部长助理兼礼斌司司长张坤生 严重伪计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相关报道指出经查张坤生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有关纪律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收受礼品礼金搞全色交易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贪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涉嫌受贿犯罪 张坤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手不收脸 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给党的事业和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 经中纪委常委会议申报并报警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张坤生开出党籍处分 有监察部报告国务院批准 给予其开出公职处分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线索及所涉款物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接下来中国内地的媒体和网民们 都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张坤生 如何以外交官身份搞全色交易方面 比如当时的新浪网的标题就是 外交部原部长助理张坤生 被双开搞全色交易 内地网民也开始对张坤生的夫人 怜香惜玉起来 却原来这位在外交部部长助理位置上 大搞全色交易的张坤生 当年是娶了一个叫 萧杰的家乡女青年为妻 此人曾是中国著名羽毛球运动员 10岁入选云南省羽毛球队 16岁进国家队 1987年还获选云南十家青年 到过世界十多个国家进行比赛和交流 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 婚后又追随丈夫先后去过N个国家 在张坤生出世前 已经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副教授了 中国内地曾有相关报道说答是 中国第一位国家女子羽毛球队出身的 羽毛球运动副教授 说起来这个叫张坤生的前外交部部长助理兼 李斌司司长知道洛马入狱 在外部世界虽有报道追踪 但也并没有被打出和秦刚及乐玉成一样的知名度 殊不知不要说与秦刚和乐玉成相比 就是与近几十年来的所有中共高级外交官相比 他都称得上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 详细内容留在本转栏下篇文章介绍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